2016國際青年馬昌馬術和青少年障礙超越錦標賽 7號到8號在台北漢挪威馬術俱樂部盛達登場 這次賽會邀請九個國家共二十八位好手參賽 其中剛在亞洲青少年馬術障礙錦標賽 勇奪銀牌的十七歲天才騎手謝炳陽就身負重任 要把冠軍留在台灣 在台灣有認識的人就有時候比較容易緊張 然後在國外反而沒有認識的人比較不容易緊張 還好目前就很常去國外訓練 然後在台灣比賽也不太會緊張 隨著賽事邁入第二屆 馬術協會對於比賽的各個環節要求也越來越高 希望藉由這類型的國際比賽 讓馬術這項運動向下扎根 培育出更多頂尖選手陽明國際 我們馬術已經到奧運等級了 有我們的選手第一次參加奧運了 我希望說未來我們有更多的選手可以參加奧運 不管你是看熱鬧還是看門道 精彩的國際級馬術比賽 七號和八號一連兩天 在漢挪威馬術俱樂部 不收任何門票 歡迎大家前往共襄勝局 我來體育秀員採訪報導 我來體育秀員採訪報導 我來體育秀員採訪報導